朋友们好,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我的姐姐》,一起来听 第一次给我妈擦身子,穿衣服,她还蛮听话的 想过有一天要照顾妈妈,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我姐以前说过,妈妈最疼你了,以后妈妈老了,都是你的事 我妈笑我妹,才多大啊,就开始飞谁给我养老了 我呀,才不用你妹,我不能动了,就住到养老院 那是1998年,我八岁,我姐十二岁 我是小女儿,妈妈自然要宠我多一点 我姐嫌我妈偏心,每天在家里和我吵翻天 可是,那些气得要死的小事,从记忆里抽出来却变了样 每一针都是欢乐微暖的颜色 我说,妈,你说姐姐会不会来,她不会这么绝吧 我妈沉默,没有说话 一时间,空气变得好安静 空白的时间,好适合怀念 怀念那些贫穷、富有、欢乐、悲伤的时光 我姐告诉我 家里以前不算穷的,我爸很早就摆地摊做买卖 我家以前在南通,我爸挺能折腾的 一个人跑去宁波,批发一堆外国人的二手衣服回来卖 当时赚了不少钱,家里很幸福 可后来,他沿着有钱就变坏这个路线,一去不回头 我四岁那一年,我妈发现我爸搞挥外情 我依稀有些印象的 爸妈在家里几乎天天吵架,拉拉扯扯了两三年 最终发现我爸在外面还有个儿子,离婚了 我妈在南通,没有亲人 老家在一个不太远的县级市 当时又赶上了下岗潮 他买断了公灵,带着我和姐姐回了老家 之后的日子,生活渐渐艰难起来 我爸几乎不给我没抚养费 我妈开始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处当临时工 空闲时间,她批发了内衣和袜子 和我姐一起在马路上摆地摊 我妈以前在针织厂工作,对内衣袜子很在行 她挑的货肯定是质量比较好的 但买路边摊的人多半还是挑便宜 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月也赚不上几个钱 我姐手巧,会缝东西 她看我妈那么多袜子,卖不出去 暑假的时候,她去买了一点动漫补花 把它缝在袜子上 然后拿到课外补习般的美口去卖 每一双贵了近一倍,可是很好卖 后来,我们全家骑上队一起缝袜子 那时候我七八岁,缝得很慢,但很认真 有一次,我姐问,你累不累? 我说,不累,比我爸在家轻松多了 妈妈和姐姐都笑了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身体上的累算什么呢? 天天置身在父母的吵架中,才叫累 那是心累 每年吹结前,我妈都会攒一点钱 带我和姐姐去王裁缝那里做新衣服 我妈是工人 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出生书香梅蒂 不一定是好事 虽然说仙女跌入了凡间 但某些传统印记还留着 比如新年的衣服,一定要去裁缝店做 比如三个人出门,吃一对大餐 好像就此逃去,一时片刻的桃花园 我没回老家之前,也都是王裁缝给我没做衣服的 我妈说,她手艺好,价钱还公道 六岁那年 王师傅说我,这孩子个头怎么这么矮 我妈也发现了 本来觉得是营养不够 可听王裁缝一说 便觉得癌得太明显了 虽然生活结局 但还是带着我跑了好几家医院 医生检查之后 都说我除了偏瘦,没有什么大毛病 我妈想,可能就是营养不良吧 于是她在有限的条件下 把所有营养的东西都给了我 一袋牛奶,两个鸡蛋 现在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家常便饭 可那时候啊,真的很珍贵 所以,我姐对我不满是有原因的 毕竟,活都是她干的多 而得到的却是我 有一天早晨,我姐值日,先走了 我还在磨磨蹭蹭吃早饭 我问我妈,妈,你把好的都给了我 姐姐是不是生我气呀 我妈说,她和你闹着玩呢 我说,姐姐不会觉得不公平吗 我妈说,我和你姐说过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公平 只有最需要 家里就这一点钱 谁最需要就先给谁 你现在个子不高,错过了时间 就再也长不高了 你姐都一米六了 不长也差不多 所以先给你补 将来,你姐要是有什么急需的 那肯定先给她 按最需要非配 才是最公平的 对不对 现在想来 我妈水平挺高的 多少人摆不平的道理 她一句话就讲透了 那时候,我想,等我长高了 长大了,赚钱了 就买一个大大的房子 让妈妈和姐姐都来住 她有什么需要 我一定给她 小孩子的愿望最单纯 最亲的人要永远在一起 可时间终是在我们之间 敲出了裂黑 我家是从初中开始 条件好一些的 我妈连攒带戒 开了一家牛奶棚 我姐已经上高中了 那时候,她不用去外面 打零工补贴家里了 高二的时候 她交了个男朋友 叫徐刚 是她妹同班同学 有一次 徐刚送我姐回家 刚好让我妈看见 即便到了现在 高中练琴 也不被大部分家长所允许 何况那时候 徐刚仍长得挺帅 但她名声在外 不只是帅 还有学习不行 打架特别有名 她爸去世早 妈妈改嫁了 她给了爷爷长大 算是半个会会 我真不知道我姐 看上她什么了 我妈大发雷霆 之后 我姐和我妈 斗智斗勇 好一段时间 我也劝我姐不要恋爱 马上要高考 专注考一个大学 我姐说 那是你选的路 不是我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是的 我和我姐 先是在学习上 走出了飞水岭 在我的概念里 家里穷 就应该刻苦学习 拿出好成绩 考好大学 找好工作 才能有力回报 我妈和姐姐 姐姐坐在床上 笑话我 等你学成归来 我和妈都饿死了 在我姐眼里 家里穷就不要读书了 早一点上班 早一点给家里飞单 我后来想 我姐不一定不爱学习 可能是过早帮家里干活 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其实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一旦接触社会 再难收心了 而我呢 相对伪定的 一直在上学 初中就是重点 高中我也不会失手 我始终相信 考出好成绩 才是人生的出路 就在那一年的暑假 我同学 请我去看电影 很不巧 看见了我姐和徐刚 灰暗中 我的眼睛止不住 多看他们几眼 没一会儿 徐刚谁手 搂住了我姐 我看着心里 说不上的不舒服 又过了一会儿 她搬过我姐的下巴 亲我姐 太炸裂了 那一幕对我的冲击力太大 整个人都惊呆了 我当即就走了 回家告诉了我妈 我妈把电影关 直接到电影院 堵住我姐 那一天 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姐大了 姐姐摆出一副 急吼吼的 要摆脱父母的样子 和我妈大叫 让她少管 我妈愣住了 我姐忽然看见我也在 指着我说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跑去告密的 我吓得不敢说话 我妈接口说 你少怪别人 给我回家去 最终我姐被我妈拉回了家 那时候 我和我姐睡在一个屋 晚上 她喂我 你为什么告诉妈 有病吗 我说 我是为你好呀 少放屁 我明年就毕业了 到时候 我能不能谈 差几个月吗 为讨好妈 你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真是白疼你了 我委屈地说 我不是讨好妈 我是为你好 学生不能谈恋爱的 我姐翻了我一个白眼说 你是不是学习学傻了 我咬着下嘴唇 委屈地哭了 后来 我姐转谁说 把你兔儿子借给我用一下 陪我睡一天 我乖乖地 把自己的兔宝宝 毛绒娃娃 拿给她 我有一个兔宝宝 是舅舅送我的 很大很软 是我没自己 舍不得买的奢侈品 我姐也很喜欢 她生气的时候 就会和我要走 抱一个晚上 我以为她要走兔宝宝 会像以前一样 睡一觉就忘掉了 所有的不开心 可事实上 这件事终是在我 妈妈和姐姐之间 埋下了祸根 时间转进2005年 我上高一 姐姐没有考上大学 直接工作了 在美容院里学美容 据说是徐刚给她介绍的 正向她说的 工作以后 谁还能管她谈恋爱呢 她和徐刚 名正言说地在一起了 我妈开始极力反对 可我姐根本就不听 后来 我和我妈说 你倒是管管姐姐呀 徐刚可不是个好人 可我妈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其实 我也是后来才明白 父母的权威 最终是靠经济支持的 当我姐自己挣钱 自己花的时候 我妈不太敢说她了 因为说中了 怕人要跑了 可我妈的退让 换来的却是 徐刚的蹬鼻子上脸 和我姐官宣 没有两个月 她约我姐出门 直接来我家等着 总是抽烟 我妈说她 当时掐掉 下次还抽 终于知道 为什么总说家里 要有一个男人了 对付这种无赖 需要以毒攻毒 我为我姐 你为什么喜欢 这样一个男生啊 我姐说 没有什么 在外面 她替我撑腰 我说 你在外面干什么 需要有人撑腰 我姐说 小妹 你是个好学生 一直读好学校 将来到大城市工作 周边都是好人 你不明白挺好的 我是成人后 和妈妈聊天 才明白我姐 这句话的意思 妈妈之前 没电的时候 摆摊都是姐姐 陪她去的 以前那个年代 小城的治安 比现在差远了 大小两个女人出汤 什么样的奇葩事 都能遇见 抢地盘的 偷东西的 占便宜的 我姐15岁 开始打零工 善良的老板 她遇到过 不善良的 她也遇到过 而15岁的我 听到的第一反应是 怎么不报警呢 对于这个问题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不想亲口告诉我 这个世界不是所有正义 都可以得到伸张的 只有唯明人 才会忌惮被抓 常进常出的人 早已不在意了 我们家有一个禁忌 就是我爸 谁也不愿意提到他 但正是因为他的缺失 让这个家少了一面墙 是姐姐和妈妈一起 把那面墙堵上了 把那些见不得光的黑暗 统统拦在我的世界之外 可是 姐姐再勇敢 她也只比我大四岁 我们都是从小缺少父爱的女孩 性格上 我们都是坚强的 但爱情上 她滑向了极端 她喜欢看起来嚣张 粗野的男人 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她 可是 她从来没有想过 如果这种嚣张 耗光了 爱情会怎么办 也许会反噬自己 时间转进高三前的暑假 我去同学家玩 回来下午三点 我妈看店不在家 我姐还没有下班 徐刚就在这个时候来了 说要等我姐下班 她又抽烟 我躲回了房间 可没一会儿 她推没进来了 我和我姐共用一个房间 所以从来不锁门 我问 你想干什么 徐刚说 有事喂喂你 你为什么不叫我姐夫呢 我说 我姐又没有嫁给你 徐刚忽然露出一副见笑 说 我看你是想给我做小老婆吧 我猛地站了起来说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姐马上回来了 徐刚一点也不怕 说 正好啊 双飞燕 说着 她就向我扑过来 说实话 那一次我才发现 一个男女的力量 有这么大 我两只手 被她牵得死死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人在危急时刻 真的会忘记 喊救命的 我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没有喊 多亏我妈 这个时候回来了 徐刚这才收了手 我妈气得拿了鸡毛胆子打她 她一挥手就夺走了 扔在一边 当时 我和我妈都吓住了 因为徐刚一身的粉气 很怕她做出过激的行为 我妈说 咱们今天必须和你姐谈谈 必须让她们飞手 我妈是下定决心 让我姐飞的 她给我姐打了电话 叫她马上回来 我姐在电话里却说 她还没有下班 我们都坐在客厅里等着 我靠在妈妈的怀里 瑟瑟发抖 姐姐是六点多回来的 我妈说了刚刚发生的事 我姐面无表情地听完 说 还有别的吗 这个我听过了 我和我妈面面相觑 我妈一下反应过来 徐刚恶人先告状去了 我妈说 那小子怎么和你说的 我姐说 和你说的一样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她 但也不用这么污蔑她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我知道她不是好人 但她有情有义 不会做这种事 你们最好编点别的 我举起手说 你看 姐姐 刚才她抓我的手腕 还是红的呢 我姐说 你小时候告我的蜜 长大了再配合妈演戏 你可以呀 一睡间 我竟说不出一句话 旧账心账 这是要一起算了 我妈站起谁来 我不管 总之 你必须和她揮手 她要强奸你妹妹 我绝对不会让你 嫁给这样的人 我姐说 你当我还是高中生啊 你拦得住吗 我妈几步冲到煤前 堵住煤说 你要走 就从我身上迈过去 我姐走到她面前 指着窗户说 你要么让我从煤走 要么我就从窗户走 我吓得连忙跑到窗户前挡住 而我妈也哭了 她一把抱着姐姐说 女儿啊 那就是个火坑啊 我不能眼看着你往里面跳啊 我求求你 不要做傻事 姐姐也掉了眼泪 她轻轻拍了拍妈妈 说 好了 不吵了 我会好好考虑的 那一天晚上 我趴在姐姐的身边说 姐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姐往里面挪了挪 让我上了她的床 她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许刚 我摇摇头 她说 我打工的时候 她天天送我 天天陪着我 别人欺负我的时候 她帮我 我小时候是嫉妒你的 但不是你以为的嫉妒 你喝牛奶 我是嫉妒你可以安安巍巍 像其他孩子一样长大 所以 我特别不喜欢 你和我说 冠冕堂皇的大道理 你没有经历过的 都是纸上谈兵 我抱着姐姐说 对不起 许多年后 我常常回忆起这三个字 总是觉得姐姐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她该不会以为 我是为指控徐刚而道歉吧 因为第二天醒来 我发现姐姐已经走了 不是上班 不是出去玩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 不告而别 她留了张字条 她说 妈妈 我走了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接受徐刚 那就给我自由吧 小妹 兔宝宝 我带走了 她陪了你那么久 让她也陪陪我爸 我看完纸条 一睡间 哭了出来 而我妈直接挥了过去 我吓坏了 学着电视里的样子 用力按着我妈的仪钟 我妈一口气缓过来 爬起来就往公安局跑 她静眉哭地说 许刚那小子 要强奸我二女儿 还拐走了我大女儿 本来警察很重视的 可有一个警官了解我们家情况 她说 那个姓徐的不是你大女儿的男朋友吗 两人不是从高中就在一起了吗 我妈说 她要抢奸我二女儿 绝对不是好人 可是有证据吗 没有 于是世间的性质 悄然变了 那是2007年 我姐以一种义无反顾的方式 离开了我和妈妈 真的遥无音讯 没有电话 没有短信 哪怕是一条QQ 都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能听到我妈在夜里哭 她不相信 也不甘心自己的女儿 就这样走了 我妈去外地 找过姐姐三次 一次南通 一次南京 一次上海 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 后来 我舅舅劝她 孩子大了 故意夺你 你肯定找不到的 再说了 你还有二姑娘了 马上要高考了 其实 我能管我自己的 反正也是住校 只是姐姐走了 对我的精神影响很大 每天恍恍惚惚的 听不进课 我们的班长很好 一个高大威猛的男生 他关心我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我正媚得难受 就和她聊了 她说 你不是说姓徐的 是爷爷带大的吗 你们没有去喂她爷爷 当然喂过了 我和我妈 还有我舅舅 一起去的 真是大开眼界 她爷爷开始 一声不响 装聪作哑 我喂了好几次 她对我没搓搓手指 明显是要钱 我妈赶紧拿上 一百块 放在她手里 她收了之后 摇摇头 还搓着手指 我就喂 不够啊 那你要多少 她伸出五个手指 我妈一咬牙 又给了四百 然后这位爷爷就不说话了 为什么都摇头 我气得说 那你把钱还给我没 她突然站起大喊 抢钱了 这些人要抢我的钱 然后一路冲出院子 躺在地上 边叫边打鬼 邻居没看见 都挥手让我没赶快走 我忽然知道 徐刚为什么那么坏 他爷爷就是一个老无赖呀 我把这些事 讲给班长之后 班长说了句 点醒我的话 他说 你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才能减少 与这种人 为伍的几率 这句话 让我越想越清醒 因为徐刚的爷爷 给我的震撼 超过徐刚 坏也是有层次的 他爷爷坏得太低级了 我就是从那时起收心了 我一想到 那个满地打鬼的老头子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一直没有姐姐的消息 但我有一种感觉 姐姐会看QQ 她肯定隐身了 不回话 所以我会把家里的各种事 说给她听 有一次 我看见提示 写对方在输入 应该是不小心碰到键盘了 我和她说 姐 你可以不用回 我只想和你说说话 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考上了东南大学 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天 我发给我姐看 我姐说 恭喜你 妹妹 这句话 我必须说 我看到那一行字 泪如雨下 姐姐还发了一张照片 瘦了 也变得漂亮了 我尖叫着 抱着电脑 给我妈看 我妈抱着我 开心地一起哭 那时候 我以为姐姐 会和我慢慢有联系 可她突然又不说话了 我妈拿着我姐 传来的照片 仔细研究 最后断定是上海 于是那个暑假 我们全家背负上海 找姐姐 最终地点找到了 但我姐发的是半年前的旧照 看来她们是在做美容院的 骗人生意 收了年费 圈钱跑路了 还好我旧反应快 说我们也是来要账的 才脱身的 我人生里最难堪的两次经历 都是在找我姐姐的路上经历的 我在QQ上留言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 你都不是你了 大学的确是一个开智的地方 那些广播的知识 让我看清了许多过去的事 比如 我看懂了 妈妈 姐姐 和我的感情 没错 我是妈妈最疼爱的孩子 但是姐姐 也是她难以割舍的女儿 因为是姐姐 陪着妈妈 走过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光 风雨不误的出涛 打连工 贴补家 还有照顾我 如果说我是妈妈的长猪 那么姐姐 就是妈妈的手掌 所以妈妈要一遍一遍的 去外地寻找 因为我们会把明珠 放在展台上欣赏 但不会让我们的手掌 离开自己 其实 姐姐不是不懂妈妈的爱 她只是被徐刚洗脑了 我甚至怀疑 徐刚非离我 也是故意的 借此断掉 姐姐和嘉瑞朋友的联系 这是洗脑的重要前提 之前 我还怀疑 徐刚有没有这样的脑袋 但看到她 参加开这种诈骗美容院 就知道一定是她了 她没洗脑的话术 都是成套的 她让姐姐相信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对她好 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靠 从上海回来 我就理解姐姐 为什么不回话了 她还有廉耻之心 她参与了骗人的勾当 无眼面对我和妈妈 而这也正是徐刚所期望的 我是一二年毕业的 姐姐再也没有回过话 我妈说 你把照片放上 说不定你姐会恭喜你的 我怎么会没放呢 我说 可能徐刚不让她回吧 我毕业后 进了南京一家大型企业 月薪不低 我想租个大一点的房子 姐妈妈过来一起住 我妈说 算了 万一你姐回来了 家里没人怎么办 我说 要不我不去了 在老家找一个公司 我妈说 胡闹 那年 我妈正好五十岁 以前她有白头发 我就拔掉 现在 白了一半 拔不完了 好多人也都说 我妈老得太快了 我妈也不介意 她说 都是想大女儿想的 多亏还有二女儿 给我留了半头黑的 之后的几年 我妈总是有点病 有点灾 一四年 锤炼摔伤了垮骨 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我工作走不开 请了护工照顾她 一五年 未出血 一六年 严重贫血 一七年底 查出了肠癌 医生说 还好发现得早 急忙接来南京 之后就是一八年的三月了 那是我第一次 给妈妈擦身体 也就是最后一次了 因为手术出了事故 静脉出血止不住了 树中出血高达两万毫升 妈妈推出来的时候 医生竟然还说挺成功的 那时候妈妈已经半昏迷了 直接送进了ICU 人就没了 舅舅带来了兽医过来 让我给换上 太难看了 我给王财风打了电话 王财风已经不开店好多年了 可他还是两天 给我妈赶出一套送过来 换衣前 我给妈妈亲手擦身体 她好乖的静静的躺着 睡了一样 有时候想 人真的有预感吧 妈妈手术前对我说 万一我没有出来 我说 你别瞎说 可她还是坚持说了 她说 你姐要是回来了 你告诉她 妈妈想她 妈妈和她说 对不起 我更业了 轻声地说 她也和你说对不起 我妈笑 她才不会呢 可是 妈妈 姐姐真的会和你说对不起呀 那是2010年 我还在上大学 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警方的电话 让我去认人 就在南京 据说 出租屋里 原来有五个人 其他全跑了 只剩下一个女生 在屋里自杀了 她手机联系人里 有一个人 在南京 读大学 是的 早在2010年 我就有了 我姐的消息 我至今不知道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自杀 她只留了一封遗书 上面只有五个字 妈妈 对不起 可那个时候 我妈想姐姐 都要想疯了 我怎么敢告诉她 我就让她以为姐姐 还活着吧 如今 在另一个世界 姐姐应该亲口 告诉妈妈了吧 这么多年的心结 也都解开了吧 2023年 我终于买了 好大好大的房子 一间给妈妈 一间给姐姐 可是 我没了妈妈 也没了姐姐 这个世上 只剩下我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感谢 您的收听